来看到桃园市议员谢美英 总质询的时候关心用路人安全 他表示人行道设计不佳 就像是在跑障碍赛 已经沦为了行人地狱 另外分隔岛上的路数 也把许多的标志都给遮住了 也造成开车足的地狱 呼吁市政府要通盘检讨 来改善交通乱想 桃园市议员谢美英总质询时 列举出多张照片 像是斑马线竟然通往后置赶 人行道上有电箱 耗置应有尽有沦为行人地狱 要求重新规划流程 类似案件未来不要再发生 都发局来去做成立一个都市发展的汇报 那这个汇报其实里面就会有一个分组 针对人行环境能不能交通改善的部分 去做一个途中性的处理 那刚刚一座您提的就是 因为这个其实会涉及到包含交通工程 然后包含公务局的人行道工程 然后包含都市计划跟都市设计 建管这几个层面其实未来需要大家共同合作 另外多个路口标志设计不到 像是机车代转标志设在快车道上 还有路数把标志遮住 驾驶人看到已经来不及变换车道 有的路牌深藏不露 甚至已经斑驳完全看不清楚 这样的交通环境对于驾驶人来说也是地狱 看到标志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变坏车道就卡住了 如果现在刚好这个路口又进行科技执法 那直接用我们的监视镜头开单的话 分隔岛要慎选树种 树种对了 我们不必经常一直一直要修树啊 也不会周围好之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那个就算它长大长好长满长壮 它也不会挡到标志啊 去年底台湾被CNN评为行人地狱 改善交通乱象刻不容换 县美因呼吁是否通盘检讨 还给用路人安全的交通环境